我今天有個延伸的需求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查出來 像剛剛我提到 查個關鍵字 那這個地方我有講過 如果你要做出這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要按下它之後 它可以具備有剛剛篩選的這個程式的話 所以這個四個按鈕 基本上就是四段程式 那它基本上的話呢 主要背後運行的 其實就是根據這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也可以把我把這個功能給做出來 那首先這個篩選內文 當然第一個按下它 它會跳出一個input box 這個東西叫input box 那你輸入關鍵字 比如說輸入人好了 它會幫你把只有 在這個裡面資料 只要它不管在哪個地方 只要裡面有人這個字的話 它就幫你顯示出來 那如果裡面沒有人這個字的關鍵字 它就會幫你隱藏起來 所以最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看到有人的這相關資料 那這個功能怎麼做出來的呢 當然第一個我剛剛有提到 它是利用那個篩選 這個叫auto filter 把它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後面這四個按鈕 請各位就是做四段程式 那這四段程式 我印象中前面好像我們也寫過類似的 在這邊 這個是篩選內文 就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是復原 第三個是清除隔室 然後把隔室加上去 所以有四個sup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把它復原一下 那怎麼寫這個對應的程式 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我們在這個我們的 Visual Basic裡面 第一件事先確定一下你有沒有module 如果你有module的話呢 你就直接沒有module 你就直接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它就有了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篩選內文 程式該不會撰寫 其實倒也不複雜 總共兩行就搞定了 那怎麼寫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呢 你就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 名稱的話也許叫篩選內文 那如果我想要針對這個範圍 做資料查詢的話 第一個呢 我們會需要先跳出一個input box 所以呢我們先打一個x 這個x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取得 使用者輸入的資料 input box ok 然後後刮符 然後請它 輸入一個關鍵字吧 比如說請輸入關鍵字 ok 然後後面的後刮符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剛剛比如說輸入那個人這個字 它就會幫我把它丟到x裡面去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針對這個範圍 做一個篩選動作的話 這個關鍵來了 第一個你必須要跟它講範圍 那範圍的話我們會用一個物件叫range 那range的範圍 記得就是從哪裡呢 從A1一直到哪裡 Ctrl Shift向右 向下看看 向右的話應該是到 C的502 所以你跟它講說 我要在哪個範圍呢 從A1 冒號就是範圍到C的502 這個範圍做什麼呢 檢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A開頭的 叫Auto Filter 這個就是Auto Filter Auto Filter實際上是篩選 那篩選的話呢 接下來你要跟它講 你按空白鍵 後面要加至少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比較粗的黑體字 這叫Field Field的意思是說 請問一下你要查哪一欄 意思是說 你要查的是 我要查的是內文這一欄 所以你就直接跟它講說 第幾欄 你不是打一個C 而是打數字 第三欄 因為它要的是一個數字 逗點 第二個是 你的條件是什麼 有沒有 這個會出底 叫Criteria 1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剛剛有梳了一個人這個字 所以你就打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打這樣人的話 他會以為說 你要的這個條件是 除辰格裡面全部都要是人 只有一個字 人 它才會出現 可是你說老是不是 我現在要的是 什麼 我要的是 前後 不管是什麼字 星號 星號這樣才OK 記得 如果你要前後 不管是什麼字的話 一定要加 這個星號指的是萬用字元 記得 前面這個星號要加一個等號 等於這個星號 它才會知道說 原來你要的這個人這個字 是包含在裡面的意思 OK 記得前面會多一個等號 OK 等於前後星號 但問題來 如果你現在找的話 那永遠都會找人 這個字 可是呢 我們剛剛有這個條件 就是如果我今天 輸入的是人 那你幫我找人 如果你今天找E 那你就幫我找E 那你可以變化 所以喔 最後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把這個人這個字 改成X 那改的方法很簡單 因為它變數 要放在一個文字 文字就前後雙號中間的話 那記得怎麼樣 把人那個字選起來 雙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一到中間 加一個X就可以了 那再把and的前後加空白 OK 那這個方法我們前面用滿多 之前是串一個I 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X 放在我們的篩選條件裡面 那這樣就寫完了 OK 所以按一下篩選內文 它就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關鍵字 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輸入 我輸入理好了 我不要一直輸入人 理這個字 它就會去找 理的留下來 然後呢 沒有理的就不要出現 總共有44筆 OK 那如果你要恢復的話呢 那當然 以前的做法是直接按一下這個 但是如果你希望在這邊按的話 不用再切 那很簡單 你只要在這個程式裡面 再寫一個叫篩選復原 那篩選復原的話呢 我們一樣加一個sub 在底下 然後打上篩選 後面加兩個字 復原 enter 那怎麼復原 很簡單 直接拿上面這個 後面沒有參數 這樣就復原了 意思 我不要給你任何東西 然後呢 我直接 假設我剛剛執行篩選 比如輸入 人意理 信好了 信用的信 OK 幾個 32個現在還蠻多的 那如果復原的話呢 很簡單 不要條件 把它篩選過濾 取消掉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程式 並不多啦 而且應該都還蠻可以理解的 而且不需要特別去bate 因為其實喔 你range後面點一下 其實這個 大概即開頭的那個 關鍵是AU 有沒有 Auto就出現了 Auto Filter 這邊就有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這個查詢功能 OK 所以 比較可能會出現問題 應該是這個地方 等於星號 然後把一個x串在中間 這個可能要 稍微要特別練習一下 OK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